本节我们来学习一下FlyS框架 FlyS框架它依赖于两个库 一个是Workserg,一个是Zenja2 Workserg它是一个WSGI的工具集 而Zenja2它负责渲染模板 所以我们在使用FlyS之前需要安装这两个库 而最简单的安装方式就是使用Worture ENV创建虚拟环境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虚拟环境呢 假如说我们的电脑上有多个项目 一个项目需要使用Python 3.6 而另一个项目需要使用Python 2.7 每个开发环境所依赖的外部开发包版本也不一样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冲突 而我们使用Worture ENV这个虚拟环境 可以为每一个项目提供一份Python安装 它并没有真正安装多个Python版本 但是它就提供了一种巧妙的方式 让各个项目环境相互独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虚拟环境 首先第一步安装这个虚拟环境 Worture ENV 然后创建虚拟环境 最后一步激活虚拟环境 下面我们就来依次执行这三个步骤 我们先来安装Worture ENV 打开要CMD 使用PyP来安装Worture ENV PyP install Worture ENV 回车 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来检测一下是否安装成功 使用Worture ENV 输入Worture ENV 查看一下 当前的版本是16.0.0 而我们在编写教程的时候 它的版本是15 但是没关系 这个版本影响并不是很大 下一步我们来创建虚拟环境 先来进入我们的项目路径 在E盘 Python Study Code 在Code文件夹下 我们来创建一个项目的文件夹 命名叫Flesk 创建文件夹的命令 使用MKDR Flesk 创建完成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Code这个文件夹下 我们创建了一个Flesk文件夹 这是一个空文件夹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目录 CED Flesk 在这个项目下 我们创建虚拟环境 使用命令Worture ENV 虚拟环境的名称 我们叫做VENV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起 但是按照惯例 我们叫做VENV 第一个V表示Worture 第二个ENV表示环境 Invariant的意思 按车 回车 开始创建虚拟环境 需要稍等一会儿 创建完成 创建完成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夹 Flesk 此时这里已经多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ENV 在它的下面 还有一些紫文件夹 这就是我们创建的虚拟环境 创建完了虚拟环境以后 我们要启动这个虚拟环境 启动也非常简单 其时值就是启动 然后VENV这里的有一个scripts 脚本下面有一个activate 找到这个文件夹 启动它 我们按照这个路径来找一下 VENV 下面有一个scripts SC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按下table键 来快速查找 再按下activate 看一下 这个路径就是我们这里的 VENV scripts activate 找到它的路径以后 我们按下回车 此时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VENV 说明我们已经激活了虚拟环境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虚拟环境中 它所包含的包 使用PIP List 回车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三个包 PIP Setup Tools 还有View 这三个包 而我们之前安装的 MySQL DB 这里都没有 说明它是一个独立的 Python开发环境 与我们之前安装的开发环境 没有影响 这也是使用虚拟环境的好处